3月15日星期五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港股開始的 遲了少少開始但不要緊 因為最重要是我們待會 今天我們的嘉賓炮姐 看看有什麼最新的策略給大家分享 早安 炮姐 早安 Jackson 是啊 我們看到港股 也要跟你說一下港股 雖然我知道你今天準備了很多外圍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但是因為港股 經歷過之前的低位 彈回到17000點 然後很多人都說 技術性突破了100天線 想著可以看好一點點 但是我們看到港股過去這幾天 都有些調整出現 我們看到今早早回來 除了在17000樓下徘徊之後 也看到跌幅比之前那幾天大一點 再跌成超過200點國外 不如先問炮姐 經歷過一些反彈之後 現在港股出現一些調整 其實是不是都叫合理呢 其實我覺得港股方面 基本上在過往一年來講 反彈2000點就會有一個比較深度的調整 然後就會繼續走 我們看看這一波一月份的低位 15000左右 彈到17000頭 其實恰恰當當是2000點的波動性 還有大家看到很清晰 前幾天破了今個月的高位 然後成交由15000億 縮到12000億 到昨天縮到1130多億 其實你看到到現在為止 成交一直一直縮下去 因為其實看到資金就是 他們的過往一年的表現是很清晰的 2000點就要閃 2000點就要少 不可能貪心的 還有大家看回外圍方面 美國現在出手 對我們的若名 或者TikTok那些很狠 一個又會踢他出去的 生物科技那個會 然後另一個更嚴重 要籌其去收購他 所以其實你看到 外圍的局勢不是那麼穩定的話 資金有肉食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都會採取一個想法 就是吃了再趕 所以觸發到我們近日的調整 但我想問阿帕姐 就算每彈2000點就要調整 但通常這些調整其實 會不會是 就是要見回前提 還是你覺得以現在的 港股氣氛 因為始終你對比一月又好 二月都好 其實都真的改善了不少 是 會不會可能調整是有限度的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調整來說 是一個整固 總之它不要跌得太離譜 我覺得16600 16000那些頂得住的話 整個形態都是慢慢爪上去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家不需要很恐慌 又要再怎樣特別大 去做一些倉位去做 就算你說昨天做了沽倉的粉絲們 都是今天就吃了糊 再來過 還有今晚美國是四毛結算日 比較大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 始終會關注到在那邊 還有你看到美國這兩天的動作 都挺進擊下的 一個又說TikTok要剝離 165天通過了 另一個又說踢走若鳴 即是朝朝都是殺死你 所以說資金链停車 不會太安心 因為它不知下一步又會搞什麼 好像江湖傳聞說 阿里巴巴旗下有一隻 又被人搞 所以說這麼不安穩的情況下 那你叫資金怎樣去 放棄它 但我覺得下個星期 其實有很多東西 大家值得關注 包括美國有一個GTC的AI峰會 NVIDIA的CEO黃仁芬會出來說話 也會有很多新的技術出來 看看有沒有市場的驚喜 另外日本央行方面 19人也會意識 所以其實這些大件事 每個都非常影響到我們的市況 所以我認為下個星期 才是最大的波動性所在 今個星期 總之港股處於一個反彈之後的小調整 剛剛炮姐就說 起碼現在最希望港股可以收到16,600點的水平 今天來說 暫時現貨都撐得住 因為你見到恆生指數現在跌1%過去 但是恆治還大約是16,700點水平 就叫做是頂得順的 我們看看今早上 究竟有什麼股份拖著大市 見到可以自家今早有大手上版成交 有超過20億的成交金額 但是股價跌4%過外 至於今天來說 科技股其實今天跌幅比較大 不知道會不會跟昨晚 見到美國的10年債息 標到4樓上有關係 騰訊跌2%,阿里巴巴跌3% 友邦再跌超過1% 至於美團也跌3% 若明生物,剛剛柏仔提到 受美國方面制裁等等的因素影響 股價來說,現在暫時跌半成國外 盈富基金跌超過1% 平保跌超過2% 理想跌超過3% 中海油跌超過1% 至於這隻比較少見 是不是新上市都沒見過 競技金融國際 都是有大手上版成交 股價升至28% 至於比亞迪跌超過1% 快手跌3% 若明康德跌超過4% 中移動偏遠 至於南方 科技的兩倍反向ETF 暫時升至4% 剛剛柏仔提到 今天在外圍方面 有個比較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股今晚就是4毛日 我們所謂叫4期結算 通常這4期結算 單日期權的成交都會比較大 但我想問一下 在股市影響裏面 4毛日會怎樣反應 或者我們作為省戶做短線部署 要小心些甚麼 其實4毛日 過往16次紀錄來講 12次都會升 但大家感覺到 我們期權的威力很厲害 上星期五為例 NZDA高低位10% 因為美國期權和香港期權不同 很多股份都有州權 而四分一的市場在期權上 都是在玩NZDA期權 每一次去到結算日 行駛 又要買又要沽股票 所以股價方面 比較跳脫 和比較混亂一點 這個大家要密切留意 就是很重點 不是叫你今晚要炒商 而是上上落落 今晚的波動性超過10% 所以你們玩現身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一點 今晚的波動性因素 未必是關於基本面 未必關於今個星期出的 CPI、PPI又超預期債 不是這些因素 純粹是因為大家之前買了很多期權 今晚一次過來結算 它比較會亂一點 還有我覺得下星期頭來講 GTC峰會對於這些AI板塊 都有一點點憧憬 因為始終NVIDIA是一個龍頭 7.6%的無利率 順利率都是很高 另外一些美國車股方面 或者飛機仔股 波音、Tesla 都之前跟粉絲說了 比較淡一點 特別是Tesla 大罕又很唱衰 德國工廠那邊 又被環保人士攻擊 搞到停產 很多因素 之前160元的目標價已經到達了 這些就息目以待去看 其實我看到今個星期出業績的微股 例如Boss直拼 或者其他幾隻 波動性都超大 超過10% 就算微博的業績不好看 都是走得很快 所以大家來講 試用美股方面的工具 去部署波動性 但今晚四毛結算運動得快 大家在下午睡覺 晚上就努力炒 看不實倉位就不要放那麼厚 因為我怕它動得太厲害 你的按金會受到影響 還是今晚不動呢 今晚來講是一定會動的 我意思是大家不做事 不做事就看回你自己 今晚一定是大機會 你自己不認識 或者未了解過 你不就只是看 我自己覺得 做不做事就看回個人 但是焦點就像炮姐所說 都放在NVIDIA身上 因為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來講 其實不單止證股 你叫表現是非常之大 其實在期權的倉位部署 金額上 NVIDIA都已經升到它非常之高 剛剛炮姐提過 就是GTC峰會 大家都關注著 究竟NVIDIA在GTC峰會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產品 或者新的技術出來 但是始終我們見到NVIDIA 就之前充了上900元樓上之後 過去這幾天都有些調整 當然今晚我們還要看著 其權倉位 但是很多人都已經將NVIDIA 目標價推到 甚至可能覺得 初步至少 怎樣都會到1000 甚至個別有一些大行 將它目標價推到1200 其實阿炮姐 你怎樣看NVIDIA 現在最新的形態呢 還有 因為大家都關注著 它們的AI晶片 其實對於它們本身的業務 那個增長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推動作用 你怎樣看這個1000元目標價 或者更高的目標價呢 其實我覺得NVIDIA 你說的目標價1000、1200 這個都不是重點 你怎樣在裡面 賺到那個差價才是重點 你說現在你美股一股一手 880元買一股的 美股是駁它那120元的升幅 其實這個我都是傻的 是不理智的 除非你自己是400元 或者甚至乎你更加低的價錢 一兩百買 你是不是強行保持它 抱住它 但你說不是 現在才知道原來NVIDIA這麼厲害 肯定是用其權 或者衍生去刀仔鋸大樹 去駁回那個波動性 因為你看到它現在 基本上呈現45度角以上的升幅 抽上去 而且現在的美股方面 也不是單邊大升的 雖然來說 那麼多因素影響到它 它又不是單邊大升 你現在再買正股駁過100元 我覺得第一你的本很大 第二它的波動性一震的話 可能震回你一百幾十 你又會害怕 其實看上星期NVIDIA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是近幾月來最大的 就是說其實有些盤位 它都按來不住 說要先吃虎 現在你看到是800多 但很多人是較早時份 已經100多元買了 所以來說 大家就算怎樣看好NVIDIA 怎樣看好Bitcoin 我來說都是要用一個工具去上車下車 還有要看回沿途有些什麼特別大的峰會 新技術 或者是一些行家等等 如果不是你看到 好多人有些 混水摸魚的那些股 出來在那裏運吉 就說AI概念 其實根本都不是的 那這些來說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那GTC 下個星期的峰會 其實大家都關注著 但是炮姐我想問一下 如果大家在期權倉位部署上 是不是都是部署它升的機會大一些 大家無論可能在金額上 或者現在市場 看那個樂觀情緒 是不是都是看升多的 好像剛才都說 就是說上個星期五波動性 上下是10% 所以你不可以只買升 這個一定會中招 我自己認為一定會中招 反而你很注重 即市的盤 期權的卡位 今晚升跌也一定會有的 但是那些窩是怎樣的 那些窩肯定很高 因為它其實很貼著 歷史真高974的這些位置 而且它是有些窩爆上 然後有些縮窩 但又不說得很厲害 所以窩的波動性是大的 買這隻期權的話 大家都是要小心一點 我自己覺得是 是啊 好像炮姐所說的 還有Simon所說的 今晚NVIDIA的期權就精彩了 我想不單止NVIDIA 今晚四無日 相信在美股收市前的一個小時 那些成交等等 都會相當誇張 大家都要留意著 但是整體的大圍氣氛 雖然剛剛炮姐說 今晚就不看基本面 但是現在美股這麼高位調整 再加上昨晚美國債息飆了上去之後 你覺得在大盤上 其實是不是已經沒有之前那幾個月 那麼容易看 現在在美股的大盤上 是啊 因為其實你看到 無論是減息的步伐 CPI和PPI是比預期多一點的 就是沒有那麼英俊 但其實你看到在6月份 減息的percentage 還是七成多的 因為其實之前說到很大 又說今年減六次 現在差不多過了第一季 一次都沒有減 很憧憬6月份減第一次息 如果你說不減 到時市場上就很震動 因為將於減息的因素 其實已經price in了 price in了 還有你看到美國總統大選11月份 是特朗普對決拜登爺爺 這個世紀之戰來說 都是很拭目以待的 通常看回數據 在總統任期出一年 美股都會比較漂亮 因為它要選票 它是死頂著股市 但今次的問題是 特朗普年代上一屆 基本上通脹壓得的 低息環境又升股票 那就是OK帥 但只不過在外交 或者戰爭方面做得不好 所以不能做 拜登上場之後 雖然他頂得衰退 但他搞不定通脹 搞到一年加了十次息 令到很多基層市民 他的生活成本又高 即是有些民怨出來了 所以來講 其實今年 這是一個終極對決 無論是中美關係 或者自己美國內部的選舉 都是終極對決 所以我認為 今年的美股方面 都是波動性大為主 波動性為大為主 不是單邊上的格局 不過我剛剛想問 帕姐你說市場本身 反映了會減息 但如果現在 隨著CPI升上來 PPI又那麼高 如果那個減息的時間 一路押後的話 市場會不會要吐出來 有可能會 還有如果你說 日本不搞負利率 下個星期十九號 突然扯平的話 可能這些資金 又會在美國那邊 抽回那邊 雖然而言 其實下個星期 很多可變的因素 會正在來 大家一定要記住 日子 GDC峰會 日本意識等等 還有下個星期 有些港股 那些大隻東西 都出業職 騰訊 所以幾邊來說 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香港自己的本土也好 都很多大事件發生 所以我認為 我們的波動性 下個星期會最大 好 再看看情況是怎樣 無論外圍方面 或者在港股方面 波動性 接下來會進一步顯現 但你覺得 今個月的港股 不好意思 回到港股 波幅夠了嗎 其實波幅來講 是未夠的 千多點左右 一萬七千二百多 已經是行人止步 你見到今天 跌勢也挺凌厲的 跌穿上個星期 跟粉絲說的重心重點 一直八八八 又繼續向下沉 很尷尬地 又回到今個月的中間位置 很吃魚 近骨 不上不下 我相信 比昨天美國說 大幅搞阿里巴巴旗下 還有搞我們幾隻港股 會有少少的影響因素 我已經覺得很可憐了 還有那些食糊盆 人踩人 吃了再說 再來過 官網的氣氛是比較多 還有你現在看到10點半 我們成家只有340億 可能前天已經去到五六百億 很明顯反映給你聽 就是資金方面有少少縮手 就算跌下來 都不敢買 甚至傾向是一小小的 先看定一點 先看定一點 所以來說 這一個 大家都是要知道的 大家都是要知道的 好 這個時間 我們都跟我們的朋友打個招呼 看到大家都已經留下了 炮姐你的口號 Timing is everything 大家一定要給like我們 like和LV 給個subscribe和訂閱 我們支持炮姐支持我們 好嗎 看到有位朋友想問 炮姐恆子現在call得不可以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是嗎 因為剛剛就現在夾在中間 因為你現在夾在中間 我們看回那些大盤 其實你看回我們的大盤方面 看到紅當當 紅當當飛吻 還有你見到今天主力跌的話 有道會Me三者 阿里巴巴 剛才提到的期間 好像有一間公司上 給美國搞 有波動時 你看到前天出了業績 你不要看新業務價值 升了幾成那麼多 但純利跌了 利潤率是4.5% 即是用減價 或者更漂亮的計劃去收客 這對於公司的解讀 其實是不好的 原來他又打了價格戰 cap out就不好 所以經常見到業績出來之後 股價是連跌了兩天那麼多 而美團來說 跌到90元就開始打下來 騰訊一向都是一般的 你見到今天壓力那麼大 你走去call他 第一你需要用很大勇氣 還有你可能發揮 反而我今早跟粉絲的群組說 若明不用想 閉起雙眼 做淡它 是賺了錢 你看到越跌越金 因為之前有一陣子說 若明不值得去理他 他很尷尬 你看到他每個星期五 都說不關事 沒有犯規 不要搞我 每個星期五都在求饒 然後你看到前幾個星期 那個走勢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大上大落 但自從昨天 美國方面他BIO的新任CEO 說明要將他兒子 若明康德2359踢出他 人家開口說明 踢你出來 其實他打你這個意識 是很確定 很舒服 而且他一定會做 大家都知道 各與各之間 不是只是一些藥品 創新 最重要就是政治目的 或者利益等等 人家都說明要攻擊你的時候 是不是很清晰 這個方向他打你很清晰 除非他突然說不打你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是太高 所以你們選標的物的時候 Warder 訂購 反彈 今早即使你就是沽就若明 16元打來這裡也1元多 明白嗎 所以就是說要選對一些標的物 選對一些標的物 還有另一隻想分享一下 例如小米 小米是一個未開車的股份 他說28日出的新車 SUV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部車 我擺明是抄波子和抄Tesla 但定價 我看回價單 江湖全民都30萬 都挺貴的 雖然它的數據真的厲害 但我想說現在的 給我們在那邊減價 Tesla跟著喪減 就算是挺強的 30萬部車始終是Hard Feeling 買車的人都會有同感 為何二手車的市場這麼高 因為我們第一 可能Tesla我買了50萬的 原廠100 我好像欠了五十多年的時間 現在車的問題就是 你可能幾年前買一部 比亞迪的驅逐艦 或者巡漢十多二十萬 現在原價全身十萬 差不多都有找 那你是不是很Hard Feeling 你未必說這麼想換車呢 還有去年我們車企的Sales 都去到幾百萬部了 創新高 所以就是說 小米因爲這些原因 選擇夾上來 是不是真是堅強 這個你們又要想一下 我覺得 這個算是派貼士 你覺得是它造車的因素 是被浮誇了 是呀絕對是 即是它是煲大了 即是你抄LV的設計 但你不是LV是LD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它沒有它的品牌的個性 或者它本身小米的定點 就是一個民用化 又要大劍甲底吃 但是說說波子 特別是保時捷的德國的超排 它不是賣大劍甲底吃 它是賣我因為經貴 你懂得欣賞才來買我 所以它就是抄錯了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 不過我反而是想問 炮姐你對於整個 全球電動車的 今年的看法 因為說真的 之前炮姐你對電動車 都非常之有看法 亦都直接回到內地 去試一下不同的車款 但是現在反而不小心 即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看到整個環球的電動車 都是處於一個減價戰的因素 連Tesla都被大行說 其實它已經不屬於一個 增長股的增長股 即它已經做不到增長 其實今年對於電動車來講 是不是一個都比較 要重新處理的一個階段 其實今年的電動車 我覺得最壞的是比亞迪 無緣無故帶頭減價 狂劈那些巡、漢、送的驅逐艦 減到10萬元 10萬元有找 如果用車的朋友當然很開心 這麼多功能 你知不知道現在大陸車 很厲害聲控 可以聲控開門 聲控開車尾箱 立刻主人上車 會有什麼愛摩 發熱 香港的車是沒有的 但是在這個stack的時候 外國車是做不到 而且現在是擺明 比亞迪玩價格戰 即是說外國車 現在個個都要減價 第一 第二要升級自己的東西 其實又要便宜又要靚又要正 後面底下就要壓抑它的毛利率 還有那個車是血海的 個個是中國車企 都過百間 所以說帶頭入 小回報又要爭客的時候 就很難做 就好像做爛了 像我們以前香港的珍珠奶茶 葡萄 第一個做實正的 但是個個都做葡萄 你看到都收拾了這麼小 當然比亞迪不會被踢出市場 始終都是龍頭 它有很多的運能技術 刀片電池 但是那些細車企 你看到那些理想 蔚來 小鵬 特別是小鵬和蔚來 好像錢都不太賺得到的時候 你還要減價的 是不是好像被人虐打 就很明顯反映得到龍頭都不太行 龍尾的那些就是死眼 Tesla來說 之前有去的簡單而專一的模式 Model 3、Model Y、Model X和Model S 其實我自己全部試過 每一部都試過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 有個品牌的中誠度 可能是充電方面 維修我自己有信心 但是看回我價格的巨大吸引 如果大陸的巡大巷 10萬元來香港 我會想呢 我都要想的 因為現在我都在說 四區都要30多一部 三分一價錢 三分一價錢當然會心動 所以Tesla面對事 第一唐家欠飯吃 第二它自己的創新程度 都沒有什麼創新 都還在玩簡約 或者停車有個聲效 這些國內用家拍下去 完全不吸引 完全不吸引 所以Tesla和很多大行 都很現實 每個都調低它 如果大行調低它 可能那些大基金 都會不會再跟它共患 是不會的 老實說 那些基金只會是趨嚴附勢 除非它做對沖 反響 如果你說順勢 那些見到你不是路 你那個增長 無理率多貴 都不停下跌的時候 它會拋棄你的 那會怎樣呢 就造成一個人踩人的情況 所以來說 電車版法今年是難搞的 我自己覺得是難搞的 你覺得在今年 會不會出現第一滴血呢 會不會真的 無論在外國也好 在內地也好 有車企需要被結業 其實車企內地有很多沒有上市 已經肖肖地 每個月都有結業 其實每個都有 外國車企 你見到Tesla 另外那幾個Friend 訪問一下那些 都是股價長期 是下跌死亡的格局 一定會第一滴血 因為車這個行業 一定是玩Economical Scale 你Sales越大 你上游拿資源 拿那些廠 拿東西就越好 當你那個量都沒有 還要起個帽子 還要開燈 還要給電 當然你的量大 不覺得是問題 但當你量小的時候 你撻著火爐 都是一個問題 你撻著火爐 都要火水 所以來說 是會不停每個月發生的 認為車企的拜拜 如果你覺得今年 會不會都是一個 車企很難可以保持一個上升的格局 會不會在今年整個社會來講 可能真的順勢做淡的交易 可能會比做好 其實這次前幾天已經看到粉絲 180元 上面正在做 正在做 當然 你看到它全都穿了 要再看定一點 但這一刻來我真的見不到 什麼因素 會令它突然起死回生 或者它有些很厲害的技術 譬如融合到一些國家情報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因素 爆去 還有新的東西 還有PASTA也有另一個東西 就是機械人 OK 就是那些人說 它機械人二十多萬的 可以幫到人類去 潘潘台台 做到很多東西 除非它其他技術缺口 有一個新的爆炸性的 進展有幫他賺到錢 才可以玩 如果純粹是車這個sector 我覺得它就差一點 是的 但回到香港上市的那堆 我想除了比亞迪之外 其他你都不會怎樣看 你說比較看 理想 理想的時候 這個叫人沽爆它 因為理想業績很理想 Ander已經說不行了 拜拜 因為理想來說 他最近出了NPV 被網民説 他說切零車 就是樣子不行 就糟糕了 因為它本身有L7、L、L、L 剛剛改了名字 但是它這麼集中 在某幾個車款 如果車款不受落的話 就像麥當勞 都十個餐 十個餐不喜歡吃 即是不用吃麥當勞 你都是救病的 而小鵬和蔚來都沒辦法 蔚鵬都沒賺過錢 都是捱打 蔚來一向都自由 我吃完之後 都不斷唱衰去 又是糟糕了 外國車機其實都難捱 你看到龍頭都找不到飯吃的時候 龍尾又怎樣搞 說說香港的指數又穿底了 恆生指數現在跌成300點國外 退回大概16,600多點左右的水平 那些車股 其實整體來說 都是要跟著大市向下的 另外剛才柏子也提到 若明系隨著被美國的制裁影響 William就說不是打壓 是直接不受理 我想現在在若明系裏面 大家都面對著困局 我想他的生意 就應該衝出不了美國 尤其是他們的CR業務 我一向在美國都佔有一定的比例 不是六成 很多 我當時講過若明生物 他本身很多project 但他最致命的地方 就是他靠美國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靠的國家 對於我們中國企業來說 因為這樣會導致一些 莫須有的罪名被淘汰了 我想他一個短時間內都翻身無望 沒有,我都是14.7這些位置都死硬了 所以我今早很懇讀 一定是沽爆 不用想的 根本就沒有什麼想法 令他再好一點 但這就是其中一個 但剛才柏姐一開始講 現在近期的制裁 或者也不要說制裁 總之要影響中國企業的名單 除了若明系之外 還有抖音其他的TikTok 因為美國方面 國會已經通過了 要求抖音 要出售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他們全面下架 這幾天都有很多新聞 見到美國前財長老陰 也都出團考慮競救TikTok 也有不同的企業說想賣TikTok 這件事是不是實在必行 他一定會控TikTok 為什麼TikTok那麼黑人真 因為美國和加拿大朋友 我收到一封回來 他們真的很喜歡TikTok 為什麼呢 我大陸也看到TikTok 他是很頂癮的 他完全停不了手 他不停地看 雖然這些事無無聊聊 但你是爽爽爽爽 對比在Meta 或者在其他IG 他是有他的魔力在 還有那個發佈者 是很廣泛的 譬如我來 我回到大陸 或者香港是少數不給玩TikTok的地方 你去到那裡 那些人很喜歡TikTok 但最拿命就是 他是一個中國企業 他很害怕那些言論 因為那個言論的喉舌 你見到很多的國家 或者很多的龍頭企業 都是掌握在手裡 因為人民的思想 為什麼國內的電視台很悶 你回到大陸 那些什麼衛視 什麼什麼衛視 全部都是說國家多好 等等等等 但是去到這些自由的平台 而且他不是在自己國家的控制下 他有些亂的 可能說一些不適合他們的領袖廳的東西 說出來 他覺得無法猜測 第二他可能有他的用戶數據 或者有些仇恨言論等等 他覺得掌控不了 最主要是他發得太大 對他本土那些社交 永遠真的有個威脅 反正都搞的 當然是搞最大的 其實你說他有沒有道理 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就是說要收購 這麼大的巨毛霸 你說收購就收購嗎 但是這件事是會引導 我們那個中美關係會很僵化 若明那些招招狠毒 又要踢走你 TikTok又說要收購你 而且搞不得吧 我覺得下一個大家真的要小心的板塊 是什麼 就是說好像那個中概股 中概股 中概股來說 因為我們半個人頭在美國上市 爸爸 或者是 Bidi Bidi 那類 大家小心 我覺得不排除有一個可能性 他又踢走他們 然後又搞了一棵竹 但是我相信 中國都會有些反制裁行動 他不會說 就這樣被你制裁 就這樣出口術反擊 他都會有些實質的東西 去反擊他 因為始終我們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工廠 我們要反擊你 都有辦法的 拭目以待看看怎樣搞這件事 但是他們都說了明 如果你不賣的話 我們就會全面下架 你覺得最後 TikTok是否真的會賣出去 抖音是不會再持有在美國的TikTok 這個我都不敢網下定論 因為這件事很創新 第二就是說 他這次都玩得很大 玩得很大 我真的很想看看 這次他們的角力的結果如何 但是你見到股市方面反應就大了 即是玩得 哇 你真是 每天都絕殺 每天都要拿好命 所以就是說 現在的環境有點亂 所以你看到資金 在港股方面 因為港股倫中國的系數高 你看到ATM 或者內銀 內險全部都是國內那邊位置 所以就是說我們會害怕 反而美股因為你見到 別人上的跟我們那個關係 不是太大 即是你見到別人最玩的 AI股都是MDR 或者是那些Bitcoin股 那些MicroStrategy那類 所以你見到它震倒 中港股市的率是比美股大 就是有一個原因在這裡 但是這些消息 大家一定要每天密切留意著 究竟中方怎樣還擊 美國又怎樣繼續握著你的頸 這場戲好看 今年來說 我想這個可能都牽涉著 這個總統大選 因為你始終 中國牌這個 都是大選其中一個 一個關鍵的議題 大家給個like沒有 是的 大家記得繼續 繼續給like 求母支持 請問一下炮姐好嗎 但是問多一點 因為鬥陰在環球上沒有上市 一直被稱為獨角獸 但是一直都沒有上市 所以基本上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做 但是回來 炮姐提醒大家要小心中概股 其實中概股 我們在美國有上市的要小心 有一大堆 包括剛剛提過的理想 就是等於未來的要小心 然後之後 爸爸 BABA等等這些要小心 不過反而我想問 因為剛剛炮姐提過 接下來下個星期回來 港股也踏入重磅的業績期 剛剛的highlight就是騰訊 下個星期就會公佈 他們新一季度的業績 其實本身 在未過去這幾天的調整之下 其實大家對於騰訊的業績 都有點憧憬 所以以至股價 在過去想嘗試300元的水平 不如先問一下炮姐 你對於騰訊今次這份業績 有沒有期望在裡面 其實騰訊業績來說 我不會有特別大的期望 但好處是說 近期我們國家的遊戲機批 批得爽快 派了 遊戲出來花錢 其實騰訊有幾個辦法 第一就是支付業務 微信 第二就是我們遊戲機業務 一向大灰身牛 南非老大股東貴貴 都九千多萬個 不斷出來不斷得出來 所以你看到它在半年前 已經是一個下降軌 很明顯的 不是很升得起 因為你升的 又不斷打下來 即是你要跳的 有個人在下方拍你 就算彈跳力多好 你都會有些受壓 但是騰訊來說 我自己覺得業績是值得暴處 騰訊本身基本面 有少少ATM也有個問題 特別是騰訊和阿里巴巴 就是到頂了 即是複式增長神話 沒有了 正常的 你看到每個人回去 都是用微信支付 就算爸爸媽媽終於都開了 當他那個人飽和了之後 他下一步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拿大數據 去做一些定點廣告 定點營利等等 但其實你看到前幾年 中國搞什麼共同富裕 他們已經收斂了 你看到他的領導人 他 馬化騰 馬雲 以前很喜歡各大大學演講 講人生經 已經縮水了 其實就是說 他不敢太大動再做 甚至乎我覺得他已經成為 就是指數推升拉跌的一個工具 就是指數推升拉跌的工具 這個來講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例如今天跌到三百多又穿底又穿底 剛才叫大家不要叫 你看到他又幫忙拉著指數下去 反而你自己的性格來講 已經是漸漏出來 而且你看到在中美關係 這個牌上面 他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都不是做美國生意 他又不是像陽明一樣 六成的生意都在那邊依賴住 他又不是依賴別人 又沒有什麼搞的 反而他的朋友 爸爸也有一些子公司 或者半個頭在美國 被人餘肉的 他都成為一個對象 但騰訊來說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點 被人搞他 在這一方面我覺得 所以其實他的前景 不是正面一點 會不會看下去 在中美角力方面是正面一點的 他最不好的就是 南非老國後貨 他就算每一個沽1% 他都要沽很多年才能沽完 所以他的業績必然要很帥 會驚喜 才會再扯上股價 否則他就會和大肆同步 覺得他走勢會 就好像你剛剛說 他就變成指數 拖低拉高的一個重點的股份 下個星期三就會公佈季度業績 其實市場對於他們的遊戲業務 都是繼續關注的 看看股價是怎樣 但是看到衝了上300元 樓上失敗了之後 你看到股價這幾天 都是跟隨著大市去下跌的 這個留意著 另一個下個星期 都會公佈業績的就是美團 我知道炮姐 你近期在升級論證裡面 就多看好美團 美團亦都想嘗試 去試一百元這個位置 但是暫時就未能夠成功 下個星期都會公佈業績 美團份業績 你會不會都是同樣的 因為他都應該是不受中美影響的 他不受中美影響 而且我回大陸 最多除了叫美團外賣 又踩過美團單車 挺好feel的 我回到高鐵車 然後做單車 踩高高高 拍拆15分鐘 然後給幾元 挺爽的 其實美團來說 這幾季就要賺到錢 OK的 比較關注一些人士的問題 因為牽涉到很多人 到處都有些外賣仔 會不會有些安全問題 因為我踩單車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外賣仔 很厲害 拿著美團車 戴著兔仔頭盔 感覺上沒有什麼安全 為什麼突然有這個想法 你看到這幾天 香港很多的交通意外 譬如深水埗昨天又撞到 會不會有些人士的問題 令到外賣的安全性 或者食品的安全性有問題 這個是比較關注一些 那兩份業績方面 我認為中規中矩 又不會很驚嚇 甚至我覺得會漂亮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過往兩個大節日 元旦和新春 都是一些外賣的高峰期 還有其實美團在電影業務 都有七成 七成買起飛 五成送外賣 死對頭有餓了摩 爸爸旗下的 所以其實它自己的護城河 都厚的 底是厚的 但是你說 補裂口方面 那棍下跌得太慘了 上次出貶值 這棍 這個裂口出得太慘了 所以我覺得它要一些時間去回復 你覺得它有沒有能力挑戰一百元 即是紅底股 今年一定會的 今年一定會的 但是關注著 同樣是下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看看另一隻 就是爸爸 9988 阿里巴巴 暫時來說 都是要跌成3% 你看到今天科技股 其實整體來說 都不是太理想的 下個星期 其實都是科技股的天下 其實除了科技股 還有一些究竟的制股 都會落後補公佈 下個星期還有快手1024 我知道之前炮姐 都會看得比較多 但是你見到股價 現在都是有少少 跟隨著大市升升跌跌 我想問一下炮姐 你對快手的業績有沒有衝勁在這裏 其實快手很厲害 在整個校地樓整個補回 點到即時 也經常教大家 你們食股的時候 精準 你不要在這裏才是還 因為現在的市場 它的成交 走勢方面不稍微的 15億、12億、1100多億 今天都沒有 我覺得它是點到即時的 甚至乎滾下去不出奇的 甚至乎滾下去不出奇的 快手都是一個直播的平台 本身就是 其實都要做些遊戲 那些為主 都強的 之前來說 但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但業績我一定是會部署的 這個一定會教大家部署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次業績的波動性 都非常之強 是即日 即是之後那天 是一出業績 之前部署 當然會 回保證班同學都知道 我每一個星期都會教大家 部署美股降股業績 它每一次出業績 都有差不多10%的波動性 如果我用衍生的話 其實潛在的盈利點是高的 我的盈利點高 但當然 每一季業績 大家看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OK 好像之前 看一些有幫業績 看新業務價值 不可以看新業務價值 要看其他因素 所以每一季 大家看的量點都不一樣 而快手來說 我覺得它補了下跌後 然後它會再走的 當然會受到大股影響 再加上一些回套 你看到今天 都不是什麼大股 都4% 普通日都4% 你出業績 你沒有10-8% 是沒有可能的 都是下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大家要留意著 講到這裡 當然大家要繼續給like 支持我們 但也有少許廣告 賣給大家 現在我們看到 ez.com 外匯的一個交易平台 舉行一個活動 大家可以參加 這就是關於 外匯開口中的有獎問答遊戲 遊戲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就是 如果頭100位 最快答對問題的參加者 就可以獲得價值50元的超市禮券 第一條問題就是 ez.com forest 是受哪個監管機構是監管的 頭100位答對的朋友 就會立刻拿到50元的超市禮券 另外第二條就是 10位答案估得最接近 美元對日元買入收時間的參加者 就會贏得超市禮券 就是在2024年3月23日 凌晨5點59分這個時間 美元對日元的買入收市價 最貼近的10位參加者 就可以獲得獎 第一名就會有1000元的禮券 而第4至10名也有200元的禮券 禮券方面也可以選擇 白街超市禮券 或者HKTVMORE禮券 大家要把握時間參加 因為截止參加日期 將會是今天3月15日晚上的11點59分 就會截止 大家要留意著 好不好 好了 繼續回來我們炮姐這裡 剛剛我看到有些朋友就說 好像Paul Chan 我們講開電動車的 Paul Chan就說 好像蘋果有手機一樣 然後中國又會推出手機 推倒了價格 然後大家攬炒 電動車很快又會輪到芯片庫也一樣 一出就被中國抄 不知道是否正確 今天互努力在抄 不知道是否抄到 但始終有限制 技術限制 始終來中國只有十分之一的算力 或者是最多三折 算力方面是硬製 心心去年出了7納米晶片 但現在只能出到3納米晶片 我覺得 和NVIDIA做的寶物 或者MT MD 其實都很厲害 自己的護城河都 我覺得抄不就抄不到 那些時間抄 而且晶片庫 我們都不用選香港上市 不選的 一定是不選的 981一定是被美國搞的 長期都不玩這隻 而且你看到 中國的手機業都是很內卷 其實中國手機業 我們有嘗試衝出中國 我們有去過印度那邊 但印度比華為、榮耀、小米 是很苛刻的 例如你說 那邊的管理層一定要是印度人 另外那些分銷權 一定是印度不准去中國 那為甚麼呢 因為你要出眾 我們印度的經濟發展 那為甚麼那些 手機企業 他們還願意去屈袖呢 首先我們 那個增幅是沒有的 然後那個 手機消費是不行的 十年來最差的 而印度人口又多 那個股市又漂亮 所以他們的消費力提升了 雖然他們寧願受那些屈辱條款 都會努力去外賣 但我見到小米方面 雖然好像很聽話 但都是被人不斷罰錢 一會兒又有些渠道不行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想一下去打壓外國市場來說 其實你是可能會影響到 本地那些企業的飯碗 就好像豐田那些 你看到它是保護得很厲害 而且你見到電車日本 還不是很流行的 所以你說海外市場 不是不公得 要一些時價都真的要 好啊 這個留意住 然後Healthy Happy 就有個問題想問炮姐 他就說 如果我不選科技股 我選一些高息類的股份 好像941為例 都是屬於一個高息的一族 如果等它有些調整 然後再買回 作為一個收息股的策略 又行不行呢 這就是絕對可以 一向我的粉絲都是這樣叫的 幾年前都是這樣叫的 我說鍾兒童是你們的人生的 收息股的列表是一定要的 除非我們現在不需要用5G 就是衛星電話 打電話 不需要交電話費 它才會死的 否則是一種很穩固的股 為什麼 你看到5G現在準備出5.5G 用戶又多 然後又穩固 因為你可以不去續會愛奇亞 也可以不玩微博 甚至乎你不看快手 不課水給抖音 但你不可以不用電話 你一定要去出街用電話 這是一個絕對性的乾衰的股份 除非它們內卷打格格戰 但看現水平沒有什麼可能 這隻 它派息的表現又穩定 又不受外國影響 所以這隻 趴下來來說 長線持有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除非它根源性改變 否則它完全沒有問題的股份 你看到幾年來不停跟我粉絲說 或者每個月跟粉絲聊天 我都是說這隻是不用理的 你長渣的 怎麼長渣對著 那這個中移動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穩健之選 很明顯是 但是它下個星期又公佈業績了 是的 它3月21日會公佈業績 大家都在關注 究竟它那個派息比率可以去到多高 但是積都預算了不會差 但是以我們去看 其實中移動 它一向波動性都不大 就算業績出了之後 其實那個波動性 應該都沒有科技股那麼大 我一定的 它甚至沒有波動的 你與它們關注 那這些就總之 慢慢存下去 慢慢存下去 這樣做收息 長雙私手營 其實Healthy 他有問了其他類型的 就是講一些煤炭股 包括可能是1171 染礦能源 或者等等這些 如果這一類的高息股又行不行 其實那些煤炭 譬如銅價、銀價 銅價差不多一年高 銀價三個月高位 有周期性影響 很周期性影響 你看到這幅圖 都很彈跳性很厲害 沒有一個很單邊的方向 除非煤炭股一般來說 是第四季的表現是好一點的 歷史數據來說 但現在擺明不是第四季 是第一季 有可能甚至乎是見頂的 你不要覺得這些是甚麼回調等等 甚至我覺得它可能見頂 我覺得這個版法 我就不會碰它 更加不會想著它派高息 所以我就要放一些下去 是的 你說收803收息 我都不會叫大家做這些事 因為其實就算 你這些收息不會安穩 萬一你這些位置 才17元收息的話 我怕你到時過了一年半載 息又收不到 然後本金就輸了一個月 很多時候 散戶買這些股份會中招 就是拿883 就當它是941收息 因為大家根本看點是不一樣的 你見到油價近期都高高的 又是減產又是這又老 所以大家要知道每一隻股票 甚麼factor影響到它 甚麼事件影響到它 波動才入場 不是純粹看圖 我覺得你看圖是很基本的 但你更加需要知道背後的原理 究竟是甚麼時節 甚麼氣候 甚麼情況才會拉升扯跌 這個很重要的 另外Marco就想問炮姐 如果將美團轉馬去522 ASM太平洋行不行 ASM太平洋 我覺得它都是晶片 AI概念 因為美國方面很多ASML 或者是幾隻 但香港來說只有這隻 我覺得它短頂是見了 而且你看到70元抽上 抽四成那麼多 而且美團來說 相對地的潛在升幅率 一定比ASM高 而且ASM看過往的表現 是極快的 超快的 就抽相跌落 我至於不會再叫大家去看ASM 反而我又覺得它跟煤炭一樣 可能是見頂的 所以不一定要轉馬 留守在美團也OK 美團當然也要看你多少錢賣 我相信很多人問美團 可能8、5、200元買 所以我覺得你們自己入場的點 不一樣 你們的想法也不一樣 OK 好 然後Marco問美股 就是Coinbase Coin 這個就是Bitcoin的交易所 是 Marco問現在怎樣看這隻股販 激昂的那隻 看看Bitcoin的價錢 你都知道它是多激昂的 基本上 其實因為Bitcoin方面 穿了7萬 7萬2、7萬3 或者10萬 我覺得不出奇的 Bitcoin來說基本上有一個 1開2 接下來的4月份 這個Coinbase 和它的系數是高的 我看是高的 這隻都是炒期權為主的 但你看到它都動得很快 對 動得很快 所以最重要是眼明手快 眼明手快 還有你看到 阿乾媽減持 是呀 會不會有好消息呢 阿乾媽竟然減持 是的 減持來說看減持多少 37-5萬 基本上就不多 因為你看它的成交兩千多 那麼雞水那麼少影響不到 但是乾媽通常都是燈的 所以不是說反而是否好消息 是啊 它還有100萬美金 我覺得它大了 10萬 勉強100萬太誇張 基本上來講 乾媽看錯市的人都知道 然後我覺得它會大幅波動 大幅波動 那這隻我要小心一點 我當然要小心一點 嗯 不過今天比特幣在盤日內的波動性都挺大的 我們看到現在比特幣是跌到7萬元以下的 我不知道 剛剛去過6萬8千多 這兩三天來講 波幅都比較大 大家要留意和關注 我們說了那麼久 其實恆治都繼續跌到三百多點過外 相信我相信今天的港股都比較難搞 是啊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叫 下個星期回來 即是很多事發生 剛剛今天拍子講的GTC 峰會 看看究竟NVIDIA會不會 剛剛William就說 其實都不單止要看NVIDIA 可能還要看Intel 或者AMD這些公司 不過我想更加關注的就是 究竟它們有沒有什麼新技術 新chips出來 又不夠震撼 是的 這樣令到市場會有非常大的驚喜 還有其實下個星期就會有日本央行議席 有美國聯儲局議席 也都會有英零銀行議席 所以都是要關注著 再加上一堆的重磅估業績就會下個星期公佈 所以大家都留意下個星期的波動性好嗎 也都要留意炮姐 在下個星期的升級論證選股 這裡講開 今天Catherine提醒大家 雖然港股有些回調 但其實都不少即時的資金 是駁回美團和友邦的好倉 大家都可以留意 Catherine在今天升級論證的影片裡面 怎樣去看市場的資金流的表現 還有什麼產品可以值得大家去留意 好嗎 不如今天先和白姐經到這裡 我們今天下午收市 會繼續有Christy的股海撈針 有Christy幫大家看看 究竟有什麼即時的機會給大家 好嗎 我們下午再和大家聊 拜拜